大家好 我是美玲 歡迎您收看第一時間 與您分享近期一些重要的國內時政消息和社會民生新聞 近日 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北京衛戍區某團演練涉嫌局隨機出特勤引發猜測 分析認為 這從側面說明駐南海高層的處境不妙 正在為難以預料的非常事情做準備 中共解放軍《金報》2月11日報導 日前北京衛戍區某團在野外組織一場應急演練 鍛煉官兵的應急應變能力 演練涉嫌局隨機出特勤 報導提到了演練設計的兩個選局 一個是前方道路被炸毀 如何處置 一個是敵方派出無人機展開偵查 並且出動人員從側翼襲擊 如何應對 時事評論員周曉輝撰文分析 北京衛戍區演練涉嫌局 難局 危局 以提升應對各種突發事情的能力 應該與中共當下面臨的困境有關 目前中共高層正在面臨三大威脅 首先 中共正遭遇全球圍堵 中南海高層擔心西方實施高科技斬首行動 其次 中南海高層更擔心中共內部 包括軍方勢力突發政變 尤其是疫情造成了大量中共高官的死亡 中共內部雜音更多 此前 網傳中共已故元帥彭德懷的兒席就稱 那個指揮官暗指習近平 這次得罪的不僅是普通的北京老百姓 更是得罪了北京官場中許許多多的官僚們 第三 中南海高層擔心有人利用現役或退役軍人聲勢 以武力逼宮 北京衛戍區又被稱為是御林軍 隸屬中共陸軍總部 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負責保衛首都安全 中共領導人安全 以及在戰時掩護中央機關轉移或撤離 防禦外敵 防恐急震暴等 坊間有這樣的說法 控制了北京衛戍區 就相當於將半個北京掌握在手中 而北京的衛戍區司令歷來是由中共軍委主席指定 任用其所信任之人 習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位以來 更換了四名衛戍區司令員 分別是鄭傳福2009年至2013年 潘良時2013年至2016年 王春寧2016年至2020年 和副文化2020年至今 與此同時 衛戍區政委也更換了三次 分別是高東陸 江勇和張凡迪 周曉輝認為 習近平此舉意在強化軍權 加強掌控槍桿子 加大力度侵襲反習勢力 嚴防政變的意味不言而喻 如今北京的衛戍區部隊緊跟行事 開始演練在險局 難局 危局情況下發生時 該如何應對 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南海的高層處境不妙 正在為難以預料的非常事件做準備 中國官方媒體鋪料 廣西藤縣前縣委書記黃冬明遭綁架案 綁匪勒索贖金3000萬元人民幣 前縣委書記佳人繳租1000萬元人民幣 遭到了綁匪拒絕放人 警方干預4天後破案 縣委書記有1000萬元現金 引發了網絡熱議 事件衝上了熱搜 據澎湃新聞稱 廣西窮縣前縣委書記遭綁架勒索 3000萬元人民幣 付了贖金 人沒有放出 警方干預救了人 但事件也曝光 據稱案是破了 但綁匪主要案犯卻仍在逃 黃冬明是在1月9日在吳州市內遭綁架的 該報鋪料以後 立即就為中國網絡最熱門新聞 但網評聚焦的是 一個窮縣縣委書記 哪裡來的1000萬元? 黃冬明目前擔任吳州市共銷合作社 聯合社黨組書記 理事會主任 藤縣是廣西一個窮縣 2020年5月9日才脫貧 就在黃冬明的任內 近日 中國大陸許多地方的網友 拍攝到夜空中的藍光 漫天飛舞的黑鳥等景象 似乎都與土耳其的大地震發生之前的預兆相似 網友感到有點怕 是要地震嗎? 2月10日晚間 江蘇省宿千市天空中出現藍光 而在土耳其地震發生之前 夜空中也出現藍光 視頻顯示 2月6日凌晨4時17分 土耳其發生地震 地震發生時 先是樓房物體出現晃動 接著是 不斷有藍光閃過 緊接著 大地震就發生了 電力中斷 整個城市瞬間黑了 網友拍攝視頻披露 近日天津上空出現大量的黑鳥飛舞 且排出奇異的隊形 與土耳其發生地震前出現的飛鳥類似 似乎是在示警 視頻顯示 2023年2月在土耳其大地震發生之前 上百萬隻鳥在土耳其上空飛舞 盤旋 並形成讓人驚悚的圖案 似乎在向人示警 視頻顯示 2月10日 遼寧省瀋陽市上空出現大量烏鴉 漫天飛舞 勢在示警 2月11日上午10時41分 廣東省河原市原城區突然發生4.3級地震 儘管地震不嚴重 也沒有任何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 但消息立刻登上微博熱收榜首 並排在第一第二 大家看到土耳其 敘利亞發生地震的慘象 真的是怕了 監控視頻顯示 河原地震發生時 一名男子一把抓住住在沙發上的孩子的腳 把孩子倒拎起來往門外跑 繼廣東省河原市11日地震以後 12日北京房山區又發生2.8級地震 引起熱議 部分北京和河北網民跟帖表示 當地有震感 當年的唐山大地震就發生在中共政壇巨變的1976年 土耳其敘利亞邊界在6日發生了百年強震 不只造成超過兩國數萬人傷亡 也導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有多國都派出搜救團隊前往災區協助 但近期在土耳其卻傳出了有不少災民被中國記者塞錢 而要求他們在鏡頭前批判土國政府救災不利 並讚美懈揚中國的救災行動 可是都被憤怒的災民們拒絕了 而且將此事曝光到網上 已經引發眾人的譴責 9日有IG網友貼出一段影片 土耳其災區的一位災民 向當地媒體披露 在地震發生後遇到來自中國的媒體記者 而這些記者拿錢給他們 可是卻要求他們必須對著鏡頭 說出對土耳其政府的不滿 以及救災不利等負面內容 接著還想引導他們說出 與其對比之下 中國政府的救援團隊是有多麼好等言論 不過有許多災民聽到了這些無理的要求後 就紛紛拒絕接受中國記者採訪 即使有中國記者企圖在現場開手機來直播報導 也立刻遭到當地災民的阻止 而且將這些無理的中國記者驅趕走 分享這支爆料影片的IG網友們痛批 目前正是土耳其人民共同克服痛苦的時候 不要來這種政治遊戲 小粉紅的無知相當令人髮指 中共的傲慢實在讓人作呕 在自己國內做假新聞 還想到國外做假新聞 真丟臉 土耳其在2月6日發生大地震 而且傷亡慘重 當地時間6日晚間 臺灣救援隊第一隊40人 與3隻搜救犬就登機趕赴土耳其 成為當地第一支進駐的外國搜救隊 6日在臺灣救援隊剛剛出發 中國網軍就已經開始吃豆腐 摘桃子 並宣傳中國人向土耳其伸出援手 中國臺灣救援隊率先出發等等 把臺灣派出救援隊當成是中共黨國功勞 據官媒報導 中國救援隊在土耳其 似乎並未全力搜救 而還在忙著宣傳作秀 甚至中方救援隊在2月10日上午9時 與駐紮營區還舉行了升起儀式 而別的救援隊卻是爭分奪秒 盡最大可能來搜索幸存者 這是網民紛紛批評 這是去救人還是作秀 中國美式網紅綿羊昨天在Bilibili推出新影片 教學如何製作在店內要賣一顆58元人民幣的包子王 結果一名網友留言表示 我不喜歡包子 其料被認定違規刪文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12月曾到北京慶豐包子鋪用餐 相關照片竟由中國官媒不斷轉發瘋傳 以讓習近平被部分網友戲稱為習包子 這次中國網友在單純的料理影片下留言 我不喜歡包子 隨即被舉報 B站也認定確實違規 所以將留言刪除 還提醒該網友 竟自覺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及社區規則 據不完全統計 目前在國內 有關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網絡禁詞 竟達到500多個 好的 今天第一時間要和您說再見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您訂閱 點讚 留言 並幫助轉發這個頻道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再見